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已经是有六天没有见太阳了 今天那圣彼得堡终于天晴了 我呢准备是进这个夏宫里边参观一下 但是今天星期二,夏宫关闭状态 我呢就只能先去对面的战胜广场溜达溜达 想着过河,就是过那个逆瓦河 到河对岸去看一下 当真是蓝天云没有那么白 因为这个条件也很不错了 这边是战胜广场 战胜广场的中间是革命英雄战士的纪念碑 那边呢还点燃着永恒之火 这永恒之火是为了纪念在1917年的时候 参加十月革命 最后阵亡的一些将士 纪念碑的正对面呢 就是一座桥 我可以走路过尼瓦河 这天气啊真的是太舒服了 我就站在这儿啊 这后背晒晒太阳 哎呀暖暖和和的 珍惜一下晒太阳的时光吧 这路口的红灯太复杂了吧 这路口的红灯太夸张了吧 90多秒 现在呢我是在涅瓦河边上准备过河 到对面去看一下 这边呢刚好有一座桥啊 圣三一大桥啊 这也是一座百年老桥啊 很多人说这何为圣三一啊 这是基督教里的三位一体啊 圣父圣子和圣灵啊 三位一体 过河啊主要就是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 由彼得大力时期修建的彼得保罗要塞啊 彼得保罗要塞应该是开放着的 这不愧是欧洲城市啊 哪都干干净净的 哪都有这种钓鱼篮 这边是营业状态啊 可能因为什么夏宫啊 东宫啊 很多博物馆都关闭了 今天星期二嘛 你看这些旅游团啊什么的 游客都到这边来了 应该是这个大门 是1740年修的吧 这里边是免费的吗 反正没看到售票处啊 好了好了 3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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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ar 哎呀这150卢布买了一杯茶呀 给了200卢布嘛 找了个50的 这好新啊 像这种就是小面额一点的心钱 我就赶紧的装到我的钱包 因为环球旅行啊 没有什么特产可以买 就是收集一下他们国家的心钱 以后做成一个册子 送给自己以后的小孩 你看这是10卢布 是吧 也是崭新的 还有五卢布的 我都留着的 我们这全是钱 美元还有一些啊 出门在外的 哎呀 说一下这个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啊 你看 彼得保罗要塞 其实就是 最开始的时候 彼得大帝 他想的 把俄罗斯的首都 你看从这个莫斯科那边 往这边挪 挪得更靠近海边 是吧 更靠近欧洲一点 学习先进的欧洲的一些技术 所以说他最早的时候 在那里边搞的建筑 就是弄了一个要塞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慢慢的往外扩 扩成了现在的圣彼得保 是吧 这个位置就算是 最初的圣彼得保啊 喝个茶 哇 这个别说喝茶了 就这样子捧着 就很舒服了 是热水 喝了会儿茶啊 现在应该是走到了正门 大家看一下 这是俄罗斯的国徽啊 看到了吗 双头鹰 左边呢 拿着象征着权力的权杖 右边拿着金球 这双头鹰啊 上面顶着三个王冠 看到没有 有三个王冠 这是彼得大帝的王冠 中间有一个红色的盾牌 看到了吗 有乔治拿着长毛 刺了一条蛇 这么一个造型 刚好赶上教堂的钟神 走去看一下 这啥呀 这个进个教堂 还要买个票 他们本国人也要用票吗 我进过的教堂 多了去了 基本上都没买过票 这个 他这个还要不要票 再见吧 肯定不会进的 这就是以前的一个军事堡垒嘛 到那边去看一下 这个涅瓦河边上还有一个 埃及时辰人民像吗 这个 以前啊 觉得这个好厉害 现在有了AI技术 真的 两下搞定 这个是个啥博物馆 也要票 你看这有个囚犯 跪在这也要要钱 是吧 那边还有一个砍头的 这是个柜子手啊 这个 啥声音啊 感觉有架飞机啊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这是一架直升机啊 这是二战时期的这种榴弹炮嘛 这个上个城墙350吧应该是 像我们老外 我还以前认为是俄罗斯人跟埃及人学的 我现在觉得吧 应该是埃及人跟俄罗斯人学的 这个 我现在是旅行是越走越抠了 上啥城墙啊 进啥教堂 我进过很多教堂 他才没收门票啊 然后那种要塞的城墙也上过不少啊 哪一个说是敢收钱的 你只要敢收钱 那我就敢不去 这是啥这个意思啊 这应该 搞不太懂 这个 这个椅子倒是蛮有感觉的啊 应该是可以让我们游客坐下吧 坐下应该没问题吧 别再坐个椅子 突然来了个人说坐椅子要买票 既然您已经坐了的话就把票补上吧 我说多少 他说一千 还是到河边来看一看 对面就是我们刚才走路过来的那个圣三亿大桥 为啥我用这个口音说呢 那是因为 这个曾经有一个人给我介绍沈三亿大脚堂 是个天津人 把我口音给带偏了这家伙 三四天前啊 我还跟那个天津小哥聊天呢 他要去什么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这非洲那边一个小岛 这个是哪个桥的开河呀 不知道 因为圣彼得堡啊 他这边水系比较发达啊 这个河上呢 有很多座这种桥 说是到夏天容易一点是吧 这个桥会打开 然后让一些船只过去啊 现在估计有点难了 冬天冷嗖嗖的了 就在这看一下得了 是真的冷啊 就是冻的人手的哆嗦 我现在还是想着走路回去吧 找上一个室内的咖啡馆 喝点东西 满活一点了 下午再继续溜达 俄罗斯人找到了消除通货膨胀的最佳方式啊 你看这个河上 它有几个蹲子 那还有个兔子 大家就扔这个硬币啊 到这个蹲子上 扔中了可能就是觉得自己 哎呀好厉害 好幸运 来吧试一下 哇 这差太远了吧 这个 哇 这个 哇 这么难吗 这五块的 这个 哇 我这个手有问题 可能是冻的 好难啊 一个都没中 这一下子解决了不少通货膨胀 他还把别人的打下去了 哎 哎呦 哇 这好难 再见了 我突然有了身材之道 就是有的时候看网上那个墙瓷打捞 买个那个墙瓷 就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过来 是不是 开个车 那那个河里头 我估摸着 捞一次 怎么也得有个 一两一两千块钱的 应该应该有 你看刚才我扔下去都值 差不多三块钱人民币 啥也没干 是不是 哎 有没有人来合作这个项目 好了 我现在又走路回到了 宁瓦河的这边啊 因为今天星期二嘛 它很多景点啊 博物馆啊 都关闭了 休息了 所以呢 我下午就 逛逛街了 然后逛逛超市啊 因为明天呢 我要离开啊 我把这些衣服啊 全部都洗 记得洗掉 回青旅那边 我是预定的 明天晚上九点多的火车票 从 这里啊 圣比德堡 北上 北上一千三百多公里啊 到摩尔曼兹克 我打算去十月底 碰碰运气啊 看一下能不能 嗯 看到激光 管它能不能看到呢 反正至少得 去打个卡吧 见识一下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啊 赶紧呢 找上一个室内的地方 暖和暖和 这样子了 拜拜 拜拜 手都不灵活 现在